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居十八年的劇情 他就說兔子神要來幫你 做得像兔子一樣 我說醫生我的門牙 可不可以像兔子那麼大 醫生罵我髒話 他說我這麼用心 可以做得那麼漂亮 你要做成兔子 你有毛病嗎 他自己有毛病 我都拍一個節目講靈異 論到節目前一天晚上 我難得會夢到數字 還聽到兩個字說貪狼 然後我在節目裡面就講 拍完照那個製作人走過來 然後我們說我們大家臭人的 等一下要不要講講的數字 要不要你買下來 我家換了衣服就忘了 當天晚上妥中康就打電話 中文對不對 就忘了買 大家會相信你沒買嗎 對啊 這才可以開店 一定有買 一定的啦 真的假的 厲害了 歡迎收看小明星大跟班 跟我說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 可是真的不能夠迷信 怎麼會這個樣子的 算命師說的話是真的對的嗎 很多人都這樣全部吃吃下去耶 寧願信其有不可信其無 是啊 不能夠太太太對不對 對啦 像以那個維銘哥來講 他不能叫太太太 那是怎麼樣 他這叫 人生攻擊好不好 你一見面又在聊這件事吧 好有 歡迎維銘哥 好… 憲哥好 幾位好朋友 先介紹我們嘉賓好不好 好…這邊是心理專家邱永林醫師 歡迎啦 大家好 人會被騙都是可能是有一種 什麼樣的心理因素 消貪 一定是有 有慾望 有慾望 才會被轉控 寶傑 不是 我是小鳳… 我知道啦 常常他節目嘛 爭論節目你也可以 綜藝你也OK啊 可以啊 其實我是從超級新人王出道的 是憲哥演講的 對… 真的嗎 你的意思是說 你以前上過超級新人王 對不對 維鋒哥 他在那個休息間 說他要開國術館 他還在幫縣 就是我們的舒嬅人員按摩 說這樣還可以嗎 怎麼這麼有才華耶 我們那個叫氣功推拿 不是按摩 氣功推 對 非常多才多藝啦 但今天要跟我們聊的是迷信的事 維鋒哥來 算是說什麼 你就信什麼 真的假的嗎 怎樣… 你看過那麼多鬼 氣功是不是只是躺原籍床 可以搶運 趁四下五人偷偷躺上去 我跟你講 我被騙的人生經驗 是被整邊人騙 就是跟你有感情的 我覺得比較好騙 就睡過你的啦 互相睡啦 互相睡啦 可是面對社會的所有事情 你一定要有憑有距才會相信 我拜這個濟公師傅 你說在台灣的 知道什麼發生的事情 也就算了 我有一次在中國大陸的杭州拍戲 杭州 我有一天晃到林隱寺 我才知道說濟公師傅 他肉身是原籍在這個 林隱寺 林隱寺裡面 然後在林隱寺 慈雲寺 在那一帶都有很多的事蹟這樣 然後我就無意中逛到一堆 據說是叫飛來風 從外海飛過去的一堆 亂七八糟的海裡面的石頭 裡面有一個小洞穴 小洞穴的上面有一個那個平板 那個平的不像畫 非常光亮的像大理石 OK… 大自然的奇妙 對 那個大陸官方也有 特別把它標起來說 這個是以前濟公師傅睡覺的地方 所以濟公師傅常常在那邊睡覺 然後後來大陸官方就用那個 木頭的柵欄把它圍起來就是 你也許可以摸得到 但是你不能跨上去就危險 沒多久回來台灣 然後我一回來台灣 我就開車去我那個師傅的機身那裡 我人一到 車一到 就是剛熄火 就有一個師姐敲我車窗 然後我就把窗戶搖下來 她說師傅叫你 我剛從大陸回台灣沒多久 而且這個事情也沒有什麼 也沒有報導 沒有人知道 沒有任何人知道 然後師傅就把我叫到身邊 一叫到身邊就跟我說 你都到我家了 你不到我床上去坐一下 好厲害喔 他有裝監視器耶 我跟你講 什麼都知道 我跟你講 這類事情是屢見不鮮 但是重點是你還真的去了 我後來就是陸陸續續也接了幾檔戲 然後我剛剛前面也講了 它是被圍起來 也不讓你靠近 對啊 很危險 對 我只要鑽進那個飛來風 在師傅的那個床前面 一個人都沒有 很遠 而且不管我待多久 我只要一下來 前腳要離開 觀光客就來了 它跟運勢什麼無關 只是你覺得就是 怎麼那麼深情 很多事情很深 第二條 為了補孕出門前 將生米放在左邊口袋 對 因為今天我已經是第三個通告 所以我就換了很多衣服了 否則我比方說像我開…顧店 或是一天只去辦一件事情 或是只有一件事情的時候 我起床出門穿的第一條褲子 我的左邊口袋 我會放大概十粒米左右 大概十粒米 這是魯班書上面有記載 你純粹從象徵意義來看 食物的所有來源 就是食物之母就是米 因為米來自大地 它是天地宇宙的 對人的最大的恩賜 至少對中華文化是這樣 民以食為天 對… 所以這個最實在的運氣 你每天補進你的褲子裡面 就是實在好運 這是魯班書上的實在 是滿可愛的一件事情 做了幾年 他至少 至少三十年四十年 三十四十年都沒有改善 因為很難 有啦 反而很慘 這麼多年你在這件事情 你能不能打轉 聽到很多人講說 什麼這個補財域 那個補財庫 其實你會發現不管什麼宗教 不管什麼儀式 不管多邪門 它其實在強化你一個信念就是 要相信 對 有的人沒錢 可是你深入調查以後 當然可以找出他的什麼不好的習慣 怎麼樣導致他沒錢 可是有個重點就是 他壓根沒有把賺錢這件事情 當作一件事情 對 有很多這樣才沒有錢 對 一個信念 我覺得這個是好事 就是如果你也相信 然後去做 然後無傷大雅 如果真的是你運勢 會越來越順的話 你會越來越好 但我們跑過新聞也遇過這種 就是那種宗教騙財騙色 這個可多了 很多 但是這個很離奇是 他在新北市有一個人 他弄了在家裡 弄了一個神冠這樣子 然後就說自己是真龍天子 我知道了 好像是太戲的 對 然後生意非常的好 然後有一次他就被抓了 被抓之後我們就去看嘛 看那個名單 他還是有造冊的 其中還有一個是美國的碩士 學那種太空理論的 重要科學的人員被騙 然後他就回到台灣 然後在大學教書 可是升等一直過不去 結果有人跟他講說 你就去找老師看一下 老師就說你知道嗎 你上輩子其實只一隻龍 對 所以他才去讀這個太空啦 所以他非常的相信 然後他說那我這樣才可以升等 他就說我用我的朱砂筆在你身上畫符 他就全裸給他畫符 用朱砂畫 畫完之後呢 升等還是沒過 那種… 沒過之後他就氣噗噗啦 就去問老師說 那你不是說要畫符嗎 我已經畫啦 你不是說我上輩子是蒸籠嗎 那為什麼我還沒 沒有辦法通過這個教授的升等 他就說 他說可是我已經畫了符 他說你需要有一個東西把你觸發 讓你回到前世的記憶 然後你回到龍的記憶 你就可以乘著龍 然後從太空下來 好噁喔 好噁喔 對 怎麼觸發 觸發 對 然後就被騙色了 對… 就是被騙色了 而且是一個… 那個騙人 那個胖子 是一個胖子 對 那個騙人 是一個胖子 而且還騙了一堆 我跟你講 你們到底有多空虛啊 真的 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角度 這麼清楚的 你也要被騙 對不對 外乎貪稱吃嘛 如果說像維銘哥這一類的人 他們通常會怎麼下手就是 他們不會一開始就跟你講信仰的部分 他們會跟你講經驗 然後但是例如說他跟你講說 其實我投資有賺錢 我都會看一些財報什麼… 這個都很OK嘛 一定沒有戒心 合理化 對 然後最後他跟你講說 但是如果我碰到說 有ABC三檔股票 我到底要投哪一檔 我會去問我的老師 我的老師跟我講什麼 就百發百中 這個就是一個做Sakura的 對… 但是反而我覺得你是對的 對不對 你看美國大聯盟的棒球選手 尤其中南美洲的每一個有沒有 他會掛了一點吉祥物或什麼 對… 然後全天拿起來清一下 對… 這個就是那種概念 對 所以你這等於說 今天還不錯就吃一粒嘛 生命也沒有 對 我一直想問後來米呢 回到家剛好十粒米吃完 這其實也是一種很可愛的儀式感 對… 對啦 至少知道讓自己補了孕嘛 又不影響別人也不一樣 對 我心裡這個被騙色好了 還沒…被騙色 怎麼有遺憾的感覺 很期待… 沒有被騙色就算了 還掌我桃花你知道 因為零時開始 曖昧對象不是證人 結果你就漸漸疏遠了 對 然後我後來想想 其實還滿後悔的 因為那時候是我有一個朋友 我們在吃飯聊天的時候 那個朋友就說 我最近想要賣房子 我就說你大概要賣多少 他一瓶也要賣90萬 然後我們大家朋友就幫他查 你那邊實價登錄其實 80萬就算高了 怎麼可能會想賣90萬 80萬也算貴 他說他有一個什麼通靈的老師 然後這個老師 他已經看了他好幾年 然後那個老師住的地方 他也幾乎每年有賺錢 都去捐錢 因為他本身是生意人 他連賣房子都問老師 老師直接跟他說你賣多少 把數字直接是講出來 然後跟他說會有一個女的 來跟你買 然後我就說我覺得你被騙了 如果有人開差不多的錢 還是怎麼樣 你能賣就賣吧 對 趕快脫手 不到一個月他直接打來 因為可能是我當場 就是給他洗臉嘛 他打來他說就真的一個女生 就照老師開的那個價錢來看 然後他賣的 他賣的是他們那個社區裡面 最貴的 然後我就想說天啊 是不是還是那個女的 是老師找人來演的 可是也不可能 每次讓他信任幹嘛 這樣代價太高了 買那麼貴幹嘛 然後我就覺得 怎麼可能這邊這樣 然後我就說 這老師怎麼那麼厲害 還是你把老師介紹給我好了 結果他就是也是幫 他說老師有點忙 那我安排一下 因為這樣子讓我等了 所以我有期待 我有期待以後我就會覺得 怎麼這麼厲害到底是哪裡的 哪裡的 飢餓行銷 對 然後呢 越得不到越想要 對 好不容易終於約到 然後那時候因為是疫情 我不可能去到現場 所以是連視訊我都還要等 約到就視訊 我們一定就是問工作 跟這個財運方面 就老師講著講著 就說你現在有對象嗎 我說沒有 他說真的沒有嗎 我說有一個不知道算不算 可能還在觀察曖昧…這樣子 還在磨合 還沒到磨到 不是啦… 往來… 對 還在互相 互相認識 然後他就說 其實你問這些什麼都沒有用 你所有的關鍵 你的厄運就是起源贏那一個人 然後你就是遠離他 他二話不講叫我遠離他 我就想要莫名其妙 而且他越肯定你越覺得 好像是真的 對 然後我很害怕 因為我就說老師 我真的要遠離他嘛 有沒有什麼最後期限 他說越快越好 不遠離會怎樣 因為如果不會怎樣被騙射 也就算了 老師後來唯一唯到了 不遠離的話 我就沒有辦法跟妳在一起 對啊 然後我就說那不遠離會怎樣 然後老師就說我跟你講 不遠離他兩年之內 你一定會瘋掉 我說瘋掉是什麼 愛到癡狂還是什麼 他說沒有 你就是憂鬱症 然後歇斯底里 你身邊的人看到你都怕的 那種瘋掉 然後後來電話掛斷以後 我就想一想 我就想說那怎麼辦 我就不知道怎麼處理 我也不可能跟對方講這件事 因為人家會覺得我有問題 所以我就決定把他隔著 然後他要來找我 我就覺得說先讓我冷靜一下 就久了就真的 就漸行漸遠 但是我後來其實過了 我跟他還是朋友嘛 但後來還是朋友 我覺得他也滿正常的 覺得還不錯 對 不…相處容易相愛難 我身邊的朋友都說 你很可惜你錯過了什麼 可是我就 我還會跟我朋友講說 說不定到時候我真的瘋掉 對 因為這你永遠都不會知道答案 對 因為我現在有 我現在覺得也許我很正常這樣 人生的十字路口 大不了雙叉路口 你選擇A你就看不到B 對 所以生命當中 永遠留下非常多頭 後悔 後悔 你會想說奇怪 我如果是這樣 這個不用遺憾 可是人生永遠沒有如果 就沒有如果 生命當中沒有賣後悔藥 對 沒有早知道 他那時候還給我一排 就是說你適合跟幾年次的人 在一起 他還會給我看 然後後來就那段時間 我在認識對象的時候 我還會偷問人家說 這還好啦 有一種有沒有 父母親還拍八字 你們八字不合 見鬼了 我說怎麼辦不合 有什麼屬猴的不行 跟我們這個怎麼樣這樣子 怎麼對衝啊 對啊 好 來 第二條看看 第二個是 為了開運想重做門牙 被醫生痛罵才打消念頭 對 因為我那時候 這邊的吧 不是 不要這樣子 他沒有做 沒有 我還沒進演藝圈 就想過要整這個 是… 還好沒有整 那個香蕉有趣 我這個不是… 門牙 是我當時有矯正牙齒 然後因為矯正牙齒已經花了一筆錢 那時候工作也不是很順利 就想要開運 我那時候有一個那個長輩 他還滿照顧我的 他也就說他有認識一個老師 因為其實很多生意人 他們都有 他們自己獨門性的老師 對 然後他就帶我去一個 也是人家家裡 就一進去以後擺一個神毯 然後那個師父也是坐在上面唸經 大家在下面 在那邊拜 再問事 結果我去的時候我就說 我就說我想問事 想要開運 然後他就說 妳就是類似祖上沒有基德 因為一般的人 對 他就跟他講 罵妳就算了 對 還罵到我 整個機會要都拿出來買嘛 然後他就說因為什麼 妳是單親 然後因為一般的人 如果有爸爸媽媽 他有兩個祖先嘛 對 但是妳只有單賣 因為妳只有一邊 他說意思就是說 你是不是 威士忌 對 妳只有單一出賣 妳只有拜媽媽那邊 所以說妳就說 妳爸爸那邊妳也要拜 然後我說那我要怎麼拜 他就說妳要開始抄薪金 要燒給爸媽兩邊的祖先 回向給他們 我就合理 結果他就說妳抄薪金 妳要用我們現在這邊的紙 他就拿一本筆記本給我 然後那個筆記本可以抄 大概七遍的薪金 然後 要七遍 對 七遍金要兩百塊 然後我就說 這個抄完就怎麼處理 他說妳要燒掉 他們才收得到 那妳燒掉妳要有信封 因為那個天上的死者 才會拿給妳的祖先 再買信封 對 再買信封 再加一百嘛 仙女送公文 對 然後這樣就300囉 然後他又說 那個最近剛好中秋節要到了 是整個這個月圓之夜 兔子神要來幫妳 妳的孕要來 托行 對 兔子神要來 孕要來 我說那怎麼辦 他說來 我跟你講 我們中秋拜個普渡法會 我幫妳招貴人 招貴人的話妳買蘭花 越大盆貴人越多 而且越多 因為蘭花比較不會凋謝 越大盆越好 那一盆蘭花我買了3600 然後那個筆記本 筆記本300嘛 為甚麼 妳要不要先節流再想開圓啊 就6600囉 然後他就說妹妹 這些錢都是小錢 妳一定要記得 因為他看我戴牙套牙齒矯正 他說去跟妳的牙醫師說 兔子神要幫妳 我說所以呢 妳要回應給兔子神 告訴他妳有收到 我說那怎麼做 她說妳把那個門牙 做得像兔子一樣 什麼 他說妳門牙越做越大顆越好 可是我牙齒在矯正 沒關係 妳矯正完 位子對了以後 重做 做大顆一點 然後我說好… 那我錢也都花了嘛 我後來就去回診的時候 我就在想 然後醫生說 看我牙齒根做多漂亮 他就很開心看到自己作品 我說醫生 妳有沒有覺得我的門牙要大一點 然後他說 他就這樣看 好像可以大一點 我說那可不可以像兔子那麼大 那個醫生罵我髒話 可能是常常去回診 已經看了兩年多跟他認識 他直接罵我磕開頭的髒話 他說我這麼用心 可以做得那麼漂亮 妳踢一個繩棍 妳要做成兔子 妳有毛病喔 他自己有毛病耶 有道理耶 太無稽了啦 被罵一下回省回家 想說奇怪 這六千多塊到底是花什麼 我薪金現在還放在家裡 還沒抄完 欣梅其實屬於這種 很容易自我催眠的人格 對 就是人家說一句話 就好像種一個種子在你心裡 然後你就會很多的小劇場 一直想… 其實第一開始 就已經種了那個老師的記 老師是不是叫你等很久 然後還用視訊的 所以其實那時候 你內心的小劇場 就已經開始想像 詩老師是不是很厲害 要不然怎麼要等那麼久 所以其實那個時候 你心裡面已經被種下一個種子了 其實如果說要騙你 就是要用這種 放長線釣大魚的方式 例如說 欣梅啊 那個你今年運勢是屬於小胸 你小胸好幾年 對 然後你會有工作 你會賺到錢 可是一年下來你存不到錢 然後你就想 那我就等這一年過了看怎麼樣 結果 真的 現在台灣誰不是這樣子瞎忙 然後存不到什麼錢 好像存不到錢 對耶 根本每個人都是講成這樣 對 然後就說老師好準喔 那我想問我明年怎麼樣 都是有所求嘛 如果說有一個團體 它是叫你去行校 孝順爸爸媽媽 聽起來是好的 是好的嘛 對不對 然後你去你也不用添什麼香油錢 你就是來 然後幫忙打掃一下環境 你久了就覺得這很棒 然後又在山上環境很好 然後久了之後這個 就講說這個孝道會就想說 我們要辦個法會 給你的回向給你天上的爸爸媽媽 或者是阿公 阿嬤 你們都不用出錢 你們人來就可以 你就覺得說這應該是真的吧 因為你想想看 你這個是行校 他又獲得不到什麼 對 又不用拿錢嘛 對不對 好 你就是來來這邊幫忙的時候 就是有家庭主婦去那個地方幫忙 然後就看到了一個中骨 就是待會兒儀式要用的 就去摸一下而已喔 碰 丟在地上了 然後教導會的人就出來了 這是我們待會兒要辦法會的 你現在不是害到我們而已 你害到了大家 害到大家的阿公 大家的阿嬤 本票就拿 本票就拿出來了 那你就想說一個中骨 本票能有多少 簽了一千萬 一千萬 一千萬的本票 沒辦法 就是你那種壓力之下有沒有 當大家的人 那些校道會的 平常都是這樣子穿著袈裟 或是穿著一些道袍 馬上就脫下來 都是 兄弟喔 下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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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還說跟你回家 因為你本票是一千萬 哪時候可以拿到不知道嘛 還叫這個家庭主婦 拿家裡的房子去貸款 350萬先拿出來 太恐怖了 他就取財了吧 對 這個真的是後來 這個女生就等於碰瓷啦 對啊啦 這個好… 碰瓷啦 再找一下 對… 然後就這樣子喔 他們就弄了兩年而已喔 削了多少錢 好幾千萬 而且很多人啊 你看喔 就是家庭主婦 他可能去 你覺得你敢跟你的老公講嗎 不敢 你要怎麼去解釋說 我去參加校道會 然後最後被洗了1350萬 所以很多人其實 黑術很多根本不敢去報警 真的 怕得要死啊 真的 對啊 大條的耶 奇怪 南非人 跟這個迷信有什麼關係 他是混血啦 他混血 混血… 但南非也是很迷信 我們有巫毒這些有的 巫毒 對… 但這個…這個是 然後命令師指示命中缺火生財 開咖啡店補財庫就慘賠 其實這件事情發生在疫情的時候 2020年的差不多那一陣子 最近了 因為那時候疫情剛開始 工作就斷了嘛 對 然後就有一陣子幾乎沒有收入 那怎麼辦呢 所以我就 怎麼辦呢 就算命啊 就問問看 他就把我算我的八字幹嘛 他就說什麼 我的命中水很多 但是我缺火 我現在需要的是火源 然後 火源啊 火源啊 需要火源水太多了吧 我就想說OK啊 合理做火有什麼呢 料理 料理算 對 開餐廳 開餐廳什麼的 對 烤麵包那些 我就想說我也愛吃 我也愛煮 滿符合我的個性 OK 可是師傅 最近是疫情 你覺得我開店是對的嗎 他說你這個傻老外啊 你沒有看到台灣現在是有守護神嗎 那時候2021年的時候 台灣是零確診還是怎麼樣 我有點忘了 羅湖 對 就是完全沒有確診 他說傻老外 你看台灣是有守護神 我們是安全的 我說好像也是 後來就開始看店面 然後因為疫情 租金也下降了 我就覺得好像 好像師傅很厲害 很準 整條街200多戶只有開你一家 差不多 差不多 我開在行天宮那裡 真的沒有人做就只有我 大家降價搶租給他 重點…來了 那時候我們在裝潢 因為我是為了火嘛 然後又要開店 好 最後用一用 想說咖啡廳可以 成本不用太高 小小一間 可以…搞定 裝潢好了 里長就來嘛 里長就來打個招呼 他說你知道你們這個 這個位置是不能開火的 不能有明火 不能有明火 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沒有用電磁爐了 電磁爐啊 我後來也是這樣子想 就想說山不彎 路彎嘛 那我就還是可以做相關的東西 他說你們這裡不能有明火之外 你們同時不能有餐桌出現 為什麼 只能做外帶 我就覺得很奇妙 因為是巷子 但對面的巷子是餐店 是殯儀館對面那一隻 我覺得我開殯儀館運氣還比較好 銀堂 他可以開殯儀館 殯儀館也算火 就最後整個形勢變了 我原來是從咖啡廳 公餐這樣 變成外帶店 竟然都做了 租金也便宜幹嘛的 就撐撐看 賭一下 我們開 我們是五月 全部裝潢好 五月你們記得發生什麼事嗎 疫情大爆發 對 全部封閉 封城 封城 就在我們裝潢好的那一天 就發生這一天 原來就是因為你們裝潢 你衰到就不行 超衰的 因為是很突然的就宣布封城了嘛 對啊 我就整個心情很複雜 我們花了 我可能是花到今年我們才打平 才到打平的狀況 打平啦 打平耶 差不多 真的 這個太慘了 這個… 對 還開著啦 這個跟命理師的指點無關 是你頭腦有一點 是我的問題 當然啦 來…第二條… 都這樣說我實在不敢吃了 沒關係啦 看一下… 才會擺滿各種招財祕寶 花了30萬以上 我其實很討厭台灣人來我家 因為每一個台灣人來到外國人家 就突然變風水大師 每一個都會變成風水大師 重點是他講完他走了 他也沒有跟我說要怎麼招這個財 我就只能上網查 上網查你看我照片 就有水晶嘛 就有招財金嘛 就有財源寶 然後那個球的發財金什麼 然後各種東西都在裡面 可能是亂放 好為難喔 為難一個老外 重點是30萬怎麼來的 因為最後我幾乎都是積數 一個… 然後他就說不行 你一定要放什麼奇數還是什麼的 他說招財就是黃金 你要買什麼金寶盆還是什麼的 聚寶盆 聚寶… 然後我盯成金 黃金 金寶盆 我想說好 那我就去買三塊黃金 我放到 所以那三塊是三個1盎司的黃金 我到現在 我說真的 可娜 你滿有錢的 對啊 你很有錢 還好嗎 他說還好 我在低點買的 差不多1600的時候買的 你也花30萬啊 對不對 重點是黃金 黃金應該是會賺錢的 現在1盎司已經211了 好 那我說… 那你聽聽我 我到現在 我除了沒有感受到他招財以外 我可以感受到他噴我的財出去 30萬 我30萬出去了 我還沒回來啊 可是你一樣子有賺啊 你黃金賣掉就賺啊 我還要繳稅扣一扣才幾千塊 還好吧 聽起來他是一個滿腳踏實地 而且滿肯坐的一個藝人 對啊 他願意去 對啊 去開咖啡廳 但是不要以為你這樣的性格 詐騙極端就騙不到你 還是有辦法 他們就會用一種叫做願景的騙數 畫大餅 對 一個願望 例如說我問你 可能你十年後你有什麼 計畫 你要做什麼 對 你想達成什麼心願 例如說我可能想在台北 可以買一個小小的房子 他們就會繼續說 現在的定存只有 例如說現在定存只有2% 可是現在有一個產品 它的定存它的利率有3.5% 不算太誇張嘛 OK 你可能就覺得 好像沒有那麼離譜 沒想到你要人家的利息 他要你的本金 這就是很傳統式的那種詐騙 你貪他一點點多的利息 可是你的利息怎麼來 他拿別人的本金來 而且3%其實給他90個月 慢慢還我 龐式騙局啦 有些人是很冷靜的 就是你平常去勾他是勾不上的 然後有一個網友 他在臉書上面就講 他就有一天就上網 然後就看到有一個高森 然後高森就是跟他聯繫之後 也都沒有理他 後來突然就傳了一個照片給他 就說其實 然後給他了一個號碼 他就說 可是如果你在台灣的話 你要簽那個大樂透 也要有六個號碼 那我還差五個 如果你要精彩539 也還差幾個號碼 他說你不要急 我們有緣 我過兩天會告訴你 結果這個人高森就不見了 那不見了之後 這個人也忘記這回事 後來過了一陣子 又聯繫上他就給了一張照片 然後上面真的是彩券 而且有哪一期 然後號碼有清楚的出來 他去查真的中獎了 然後他就想說 可是高森你自己如果有中獎 你就自己去就好啦 他說因為我沒有在台灣 但是我又怕你事業忙 打擾到你 我請我台灣的土地 幫你在花蓮買的 天啊 這很… 那表示我真的什麼事都沒做 他就要送錢給我 那是OK的啊 然後他就說 那高森我們應該怎麼交收呢 他說你不要急 我也想見見你本人 這個人就說對… 那師傅你趕快來 他就說他什麼時候要來台灣 然後他說我就有一個要求 你幫我準備八個素食便當 我還有其他的徒弟嘛 他想這個兩百萬 八個素食便當一個一百塊 也才八百塊而已 可是從那天開始之後 什麼東西卡關 什麼東西在海關 什麼東西要手續費 改機票又有個什麼附加費 他就前前後後這樣子幾千塊 一萬塊就被弄掉了五萬塊 然後等到他開始質疑了之後 就說你的航班到底是幾號 我幫你Check一下 那個就不見了 所以大條的也有人騙 小條的也會有人騙 200萬為二 但是我只要騙你五萬塊 我就自覺了 對 好像也是耶 可是憲哥你知道 我覺得這種事情真的就是命 是 我從小到大到如今我有三次經驗 一模一樣的經驗 我講最近一點 大概就是十年前 土中康有個節目講靈異的 對 然後我常常去 有一天我就在節目聊… 然後講鬼故事講一講 我就突然講到 我前一天晚上 就來錄他們節目的前一天晚上 我難得會夢到數字 我前一天晚上就夢到一組數字 然後還聽到兩個字說貪狼 貪狼 化入那個貪狼 貪狼這樣 然後我在節目裡面就講 錄完你就沒事 錄完大家拍照 拍完照 那個製作人走過來 拿了一個信封袋 然後裡面有個紅包袋 我一打開 我說這什麼 維銘哥 這我們大家湊的那個 你等一下要不要下班 你剛剛講的數字 對 你剛剛講的數字 要不要你買下來 你們都沒問過我就湊了這個錢 陪了我這不好意思啊 他沒事 我們就當不要了 就不見了這樣 反正你就進去買 小丸丸 對 回家換了一個衣服 一個衣服你就忘了 結果…當天晚上 妥中康就打電話給我 中了對不對 結果你忘了買 對 我忘了買 維銘哥 大家會相信你沒買嗎 對啊 你這個 你要我不在場證明對不對 對啊 對耶 你要把我看 對耶 維銘哥 你要把他拘捕 就從類伏離開 一件七八萬他都在買啦 仿的 假的… 對 你開 還可以開店… 對 一定優快 他自己買 他沒有幫他們買 真的假的啦 人物 真的假的啦 你們的想法好邪惡 我只能分享一個靈異的經驗 好…流語後人說好不好 家瑋就關心了 這個要上新聞了 這個太厲害了吧 中台灣密法連用兩年 你能賤借陳小三也身性病 我跟你說我超吃那一種 比如說今天其實不是我要算 是心梅要算 心梅說他找我陪他去我就去了 老師是不是要跟他講對不對 對 但老師講講會突然看著我說 你是不是覺得桃花很多 但是一直都好像沒有開成 就是 正圓 正圓這樣 都沒來 我就會 我通常這種我就會愣一下 因為我覺得是心梅要算嘛 老師怎麼突然跟我講話 老師就我沒救了也不用這樣 怎麼可能我沒付錢 老師願意幫我算 然後你決定有什麼 我就發生了這樣事 然後說完之後 那個老師就說沒有關係 我跟你說我已經看到 你的桃花樹開了一整個樹 但是你沒有把它接引過來 那個桃花已經開了 你就是在你的房間 他說房間是這個桃花嘛 他說你就是在你的房間 你的床頭擺個花瓶 然後你要常常擺那個玫瑰 要紅色 粉紅色或桃紅色這一種 然後我心裡就想說 我說這個也無傷大雅吧 女生房間 不還好吧 他說我告訴你 我跟你說 我真的回去我就擺了 他也沒叫我買什麼 就叫我擺花 怎麼會險些陳小三 因為我跟你說 我真的擺那個花兩個禮拜之後 我 每天時間安排不過來 體力 然後我身邊的女生朋友們 都說好像真的很準 我跟我說那個時候 我身邊有一票女生 全部去找那個老師 然後到什麼時候 大家覺得有問題 是到那個時候 有一個很常約會的人 有一次被我的朋友抓包 人家他其實是有太太小孩 他們去逛 帶小孩去逛賣場遇到 然後他們就跟我說 你那個老師講這個好像不對喔 因為你遇到真的就是爛桃花 然後他們就跟我說 你就別放了 就不要放那個花了 你知道我還說 你們要知道有爛桃花的意思 就是有桃花很多 很旺 你才有好的有花 對…然後我就一直擺一直擺 因為我就覺得 老師說的話你沒做 你怎麼知道他準不準 是 他會為了你離婚啊 對啊 誰知道 我是到有一天又 妳這是什麼 壞朋友的決心啊 我真的是到某一天在某一個節目 也是錄那個跨年 過年節目 然後老師不都會講運勢嗎 就有一個老師事後跟我說 他說我跟你說 你這個人的命格就是要晚婚 你要過三十才結婚 所以你三十以前 你就約約會就好了 就是不用認真 不會有證源 我突然在那一刻 你知道那種感覺有點像 你耳邊突然有一個鈴鐺 就是你好像突然被催眠 然後醒來就說 對啊 那我在幹嘛 訂閱分享再開啟小鈴鐺 對 然後我發現我其實已經擺了 快兩年 好多耶 等於有兩年的時間妳是尬不過來的 我是尬不過來的 妳願意相信嗎 我願意相信 等一下幫妳解盤 好 來 第二個呢 我跟他說另外一個這個程式 半夜手拿菊花餅大喊 來走 媽媽 這個更是突如其來 就是我有一個朋友在銀行上班 有一天他們公司的打掃阿姨 突然問她說 妳昨天晚上跟你吃飯的那一對朋友 是不是他們想要生小孩 我就真的跟我朋友吃飯 我朋友打來說 那個阿姨說你們耶 然後那個阿姨叫我們去拜一個宮廟 在新店 然後我們就這大半夜就拚去了 它就是一個民宅裡面的一個宮廟 然後去那個人就說 OK 你們現在就是選 你們要男生女生 然後我們就說都可以… 然後他就說 就是妳就一朵黃菊花 一朵白菊花 我跟我老公兩個人在大半夜 宮廟那種居家型的宮廟 前面不是都有個涼亭嗎 很大的涼亭 然後都黑黑的這樣 然後遠遠的地方會有一個燒金紙的地方 金爐 然後他就給我一個那個小人 就像我們小時候玩紙娃娃這樣 他說妳要給孩子取個名字 然後我們兩個就傻眼 什麼取啊 我老公姓陳嘛 他姓比較特別 我們說他叫陳翁迪… 我就寫了一個陳翁迪 接著他說妳現在去繞那個圈 繞我們那個涼亭 然後妳要喊著 他就叫我喊 他說妳要喊著 妳要喊說 陳翁迪來找媽媽 然後他說叫我們拜貨 好恐怖喔 而且…剛開始 不是 我跟你說雖然那麼晚了 可是那個地方問世的人還是很多 然後我就在大概現場 還有十幾二十個人在等吧 我就在大家面前圍著那個 旁邊大家不會問問 是我愛喝啦 好酒沉問一下 對啊 而且我跟你說 我在喊的時候有很多人哭了 因為他們也是來求職的 其實家瑩聽起來就是 很符合現在一句話叫做 什麼意思 意思就是低印象 他很吃低印象 如果這個老師給他的低印象說 被震折住了 他怎麼會知道我現在需要這個 他就會撩下去了 對 他會批評你以前的方法不對 對 你說你以前這個方法不對 所以沒有得到你要的效果 你要用 試試看我的方法 我的方法 然後再加上現場一些氛圍 像你剛才講的說 大家好像都來求職的 很動容 對 很動容 對 這個心理學上叫做 集體催眠 對 或者是說集體的歇斯底里 對… 那其實滿危險的 因為有些 就是看國外有一些那種邪教 或什麼集體幾十個 幾百個人都殉道 就是這種心理 集體的歇斯底里 我覺得就是想當爸爸媽媽的心情 是很… 很難言語 對 所以其實很多的壞人 都用這個心態 在彰化喔 然後有一個少婦 他也是很努力 然後生出了一個小孩 可惜是女生 那是女生的關係 因為他們夫家 就是單純希望有一個男生 重男輕的女生 然後就有朋友介紹一個鄧老師 鄧老師一去慈眉散目 然後跟他講話 好像魯木春風一樣 就說我幫你辦個法會 但你不用擔心 你拿十萬塊包紅包當作誠意 但是我只會收2000塊 這2000塊我只是買個水果 我最後這個98000我會退給你 我可以幫你求一個男生 你聽了你就會覺得說有這個機會 然後2000塊讀讀看也可以 那就去把家裡的房貸 因為家裡其實狀況也不好 就拿去給老師 老師就幫他辦了一場小小的法會 其實過程也跟您得差不多 取個名字 然後呼喚 其實這個都是在心理學上那邊 有一種自我催眠 你做下去之後有沒有 你會相信老師是對的 因為你也跟著做了 如果老師是錯的 那你就變成 對 那為什麼順暢 所以做完之後 孩子就問老師說 什麼時候我會懷孕 可是一直沒有懷上 後來他就有點不好意思說 老師 那個錢可不可以先還我們 因為要繳房貸 我怕我老公發現 怎麼 但是老師就不見了 連他的錢也不見了 所以他不但沒有求到這個男生 又被老公罵了一頓 沒有委屈 真的 邏輯還是要掌握好 對 好不好 來…小潔妳這個 好 連續一個月找石頭聊天 為了化哉 化解哉 可以看下一題嗎 是五月天的石頭 不是啦 因為我有一陣子 真的就是每一次停車 因為其實我開車技術還滿好 對不對 葉曉嫻 還不錯 對 但是我停車技術真的很差 所以我每一次 那連續一個月 我每一次停車跟開車出去 我都會撞到我們家的那個石墩 就那個石頭 很奇怪 妳怎麼閉 怎麼開 怎麼弄 他就是一定會撞到 我那一年 因為這顆石頭 所以我被保險公司拒保 就是因為我已經撞到那個石頭 撞了太多次了 對… 我覺得一定要去解決 我就有一個第六感 我就去問了一個廟裡的老師 他說 我跟妳說 然後我就說 是保險公司的砍嗎 對 他說 我跟妳說 這個要上兩番歌的節目才有辦法 他就說那個石頭有話跟你講 結果我就真的很像一個神經病 一個月 我就買著兩… 每次都是買雙倍的啤酒 跟雙倍的下酒零食 我就坐在他的石頭的旁邊 我就靠著他 然後我就說 石頭爺爺啊 那個老師說我必須要跟你交朋友 我才能畫了這個坎 我每天晚上就跟他喝酒聊心事 到我們家的鄰居經過 然後就在那邊指指點點說 這個雙倍是孝耶 孝耶 是孝女十八年的劇情啊 我跟妳講 我真的深信不疑 妳是不是跟海產拿這個故事 不是…我後來那一個月 怎麼可能會做這種事情 我做了一個月之後 我就像妳說的突然盯一個 我想說不對啊 這條路不能走 我就走另外一條路就好 我沒事幹嘛跟他聊天 聊那一個月呢 對 等一下用科學角度來看 第二條… 好 來 為了化解冤親債主 妮可負債也要做法事 我跟妳說因為那個時候 我應該說那個老師說 我就是很容易跟東西 很容易跟… 被跟 對 然後我每一次一到那個 我還記得在一個公寓五樓 我每一次進去的時候 他都會跟我講說 妳旁邊跟了好多 然後妳就會相信 因為妳那時候就是很不舒服 妳就會覺得動不動就哭 然後動不動就很低落 動不動就想死 妳就會相信他講的話 他就會說我幫妳處理 可是妳知道那很神奇的地方是 妳進去的時候的那一兩個小時 只要妳待在那邊 妳是舒服的 他就用一種很多的力量 例如說在妳身上寫字 然後只是我在那裡 我真的花了非常多的錢 因為我每…你知道那個時候 一個禮拜要去一次 因為如果我不去不行 他沒有教我自保的方式 我一離開那邊 我一踏出那個門街道 一樓我身體就不舒服了 可是你知道去一次要花多少錢嗎 去一次至少要花七千塊 太貴了吧 因為…他處理無形的東西 一次可能是一千八 兩千 或者是三千左右 來了 無形的來了… 無形的來了… 然後…他有的時候就會說 妳這個比較嚴重 妳必須要買那個小的掃帚 晦氣掃掉 晦氣掃掉 然後妳還要買那個竹箭 就是那種也是小的竹箭 然後也是帶在身上 可是我後來去九份 我發現那一個可能才十幾二十塊 我花了大概三萬 一個…逐漸要三萬多塊 不一樣…這個老師有加持 有加持 也是三萬多塊 我是借錢去讓我舒服耶 妳還不如去做SPA都好一點 對 這樣也很貴 我在那邊至少我已經被騙了 薰衣草精油 要不然問那個肯納嗎 肯納還有… 不是 肯納還有那三塊晶片 可是我就是一些 一些掃帚跟心理的力量 我至少花了三四十萬 你知道那個時候的 三四十萬有多少嗎 妳這生命當中 有沒有不被騙的時候 怎麼會這麼呆 應該有吧 對啊 應該有 對啊 妳唯一騙過人家一次 就妳老公 對 那個算成功啦 沒想到還有比我更傻的 對 老公好就好 來 這個心理狀態分析一下 真的好久了 雲傑可能是今天五個裡面 老婆最弱的 因為他 人家不用騙你 你會自己騙自己的 自我欺騙 對 例如說那個跟石頭爺爺講話 對 我往行的啦 自己來啦 一般人可能一個晚上 兩個晚上 就覺得我在幹嘛 可是你可以堅持一個月 一個月 對 然後呢 其實騙你的方法很多 但最有效就是一直給你變花樣 對 一下這樣 一下那樣 每個月不是有不同的上升星座 對 每個月的1號你要來 對 然後就 那一年不就12次了 對啊 那就給你賣一個 一年的套餐 是… 妳就上勾一年了 對 要特別小心這種 對 你這個一個人被騙 你有聽過萬人被騙的嗎 有 來… 萬人 我覺得… 妳真的好好騙喔 我覺得 真的是 網路上面現在來講 很多購物網站 它都賣很便宜 100塊 200塊那種身心靈 對 人家少頭要3萬 它不用 它只要100塊 那要買啊 對 很多人就買了嘛 很多人買 買了之後其實你就加入他的會員 老師就會來給你虛寒問問 然後就告訴你說 你要是覺得法律不夠的話 可能是你上輩子有冤親在主 有來了 對 老師有一次一樣的那一套 對 但是他後面有新花招 他說老師來幫你辦個法會 你要斬豬頭 因為你上輩子就是有一些人害你 你還有一顆豬頭 然後你要去斬它 老師幫你斬豬頭 你不可能自己斬嘛 對不對 那10萬塊 有一個人就是花了10萬 然後真的有這個影片 就是他傳給你 他在南投的山上 你不可能從台北下去嘛 真的斬… 他非常的高興 他覺得他的運勢大好 過了兩三個月之後 在社群網站上面看到別人就說 謝謝老天 我遇到一個好老師 他幫我斬豬頭 一樣的影片 一樣的畫面 一樣的角度 然後他就想說 這個…這是我的豬頭 怎麼被人家踩走 後來啦啦啦 有三萬個人斬同一顆豬頭 真的 剛才一起睡了 然後好笑的來了 他就去告詐騙 警察就說你這恐怕告不成 你給他10萬 他有沒有辦這個法會 有啊 有啊 對啊 豬頭是他沒寫你的名字 他沒有規定不能是別人的豬頭 對 所以這個很難告得成 所以真的 那個人就自己變成豬頭了 天啊 怎麼會這樣 今天真的讓我們看到很多 更多是什麼詐騙集團 對 加油 就明天中午11點半 我們立法院 好 謝謝憲哥 謝謝憲哥 再次謝謝兩位 謝謝 謝謝… 我們再見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